有請朱主委 請朱主委 朱主委好 不管你對於這個 有關諸國 不如這樣的一個詢容 或者是 之前啊,你針對這些 很多的大學教授 相關 和銷 涉及到 這個形式的問題 我的感覺 我認為了 這個,你是犯了這個 博士協位的那種優越 這種自我優越 還有職業的優越 職業優越的傲慢 是不是這樣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這個用詞不當的部分 我會虛心檢討 我們就以這個 大學教授 這些因為 核銷的問題 採購的問題 你曾經在報紙媒體 提過 這個 科學技術基本法 是 第六條 是 不適用 政府採購法 是 對不對 來 說明說 這個相關的這些大學教授 的這些 案子 所以它是可以 可以無罪還是怎麼樣 不是,它是會有詐欺 或者是違反商業會計法 但是不會到貪污製罪條例 這跟政府採購法沒有關係 是 政府採購法 它就 規範這些 政府機關 要怎麼樣去辦理 不管是招標 或是這個財務的買售 相關的這些核銷 那個是 會計法相關的規範 是 你剛剛講的 買A報B 這是基本的嗎 你上公民交易的時候 這個是基本的嗎 對 這是違反 商業會計法 也是違反 也是有那個 那叫 以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就是偽造文書 這個 相關的這些問題 當然很多都是 也許是歸咎叫歷史工業吧 這個常常用的 這個名詞 歷史工業 就像很多的那個 這個 特別費 很多的特別費的使用 早期 因為它並沒有很 很 很完整的一個 一個 很清楚的一個處理 是 常常會 可能在使用的時候 以為那個是福利 是 有時候會認為 它是一個福利 是 就像很多 早期很多公務員 加班 實際上沒有加班 就把它當成是一個福利 那也說是 它是一個歷史工業 但是在檢討這方面的問題的時候 不要把那個科學技術基本法搬出來 科學技術基本法搬出來 好像這個 你們的研究 就不如 就不一樣 就一般的 一般的採購 它其實是一般的採購 我跟委員報告 那個 也不是我們的見解 最高法院最次審查 臨召人案件的時候 那個法官也是這個見解 那我們不是在說科研有什麼特殊了不起 而是科研有一些事情 它是不太 它跟那個一般情況不太一樣 您容我一分鐘 我就跟你講一個例子 蠻多的檢察官說 假設我報了十罐溶劑 然後我報仗報了十罐溶劑 只拿了六罐 另外四罐沒有拿 他說我是在廠商那邊有預放款 那這是貪污的事情 就是我報十只拿六 但是做實驗的人跟我講說 他不行拿回去 因為那個溶劑是會爆炸會燃燒的 所以他並不是報十拿六 而是有四罐放到廠商那邊 他要用的時候才去拿 這樣才能夠維護他那個實驗室的安全 所以這個事情啊 只是研究者的特殊情況 和檢察官的了解 可能有一點點落差 我們要去說明它 並不表示說我們有什麼了不起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可是蠻多檢察官不了解 以為這就是貪污 對這個不是只有大協教授才會發生的事情 一般的採購也都會了 因為現在的幫忙場所都很不夠嘛 幫忙場所不夠 譬如說採購什麼樣的一個 比較大件的東西 沒有地方放 當然會先放在廠商那邊 就看怎麼去 有沒有把它寫清楚的問題 跟大協教授沒有關係 其實很多案子都是這樣 譬如說買個很多的書啊 對不對 買了很多書 當然會先放在廠商那邊啊 記慢慢記啊 也許超過已經超過那個 那個快期年度啊 慢慢記 也有這種情形 我了解 我們會盡量避免引起一個誤解說 學者什麼高人一等 絕對會避免 這個會產生這樣的一個 職業的優業 我絕對會避免這樣子的階級 階級差異啦 是 謝謝委員的指教 這個就是有時候 尤其是公民教育啊 對這些高中生 你的一些 這個你認為他 你是只是要 你到底是吐選啊 還是說 還是說這個 在潛移默化裡面 你就會讓學生 產生那樣的一個嚴重的誤解 我們檢討改進 我會檢討改進 對公民交易是一個傷害啊 對不對 我檢討改進 對 你當初在上課的時候 你有說 十幾年前的時候 的時候 你沒有這樣講嗎 有有有 我有這樣講 那為什麼報紙 報紙沒有這樣寫 有的報紙也有寫 他有說標題簡化什麼的 對不起 這是如果有誤導 真的是 我 我沒有想到說 聽眾 除了學生 還有 還會影響到 你很慎重的去 這個一打電話 這個你也打給我 我沒有接到 後來我回播給你 是是是 回電給你 你做了這樣的說明 好這個 今天的預算 是 中心新村的高等研究研期啊 是 到底你們的 怎麼樣去定位這個 中心新村的高等研究研期 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也提過 你提的科 科技部的組織法 還把它列為一個籌備處 是 這個是一個 既然是一個 新的組織法嘛 對不對 為什麼不叫科技部組織法籌備處呢 對不對 你就是新的這個組織法 你制定一個新的組織法 當然裡面的機關都是 你就算一個新的成立的 也不能說它是一個籌備處 其他你沒有寫 寫籌備處啊 到底那是錯誤還是 一直沒有辦法給我一個很好的回答 我跟委員報告 明天副院長就要召開一個 專案的會 那 一個月前 行政院長要求 每一個部會首長 提三件到四件 他最想要做的事情 我跟他報告的 其中一件就是中心新村 這真的要去解決 因為它確實發生一些困難 那個困難就是它的 自償率非常非常低 有90%的土地 被南投縣政府 化為文化景觀區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動 什麼東西都不能動 那自償率低到 只有百分之二十幾 又化作文化景觀區 但是工研院又已經去了 所以這是一個 非常難難處理的 情況 假設東方沒有人去 還改變還容易 現在工研院又去了 蓋了一個好大的建築 所以這些種種的事情啊 我要跟副院長明白的報告 看看他做什麼解決 那我也事前也找龍部長 李鴻源部長 文化界人士 一起來談 施政榮先生 一起來談 他們的想法 都覺得這邊 這邊可能需要做一個改變 我會明白的跟副院長去說明 這個相關的土地都徵收了 是 它還沒有還好 它有一部分 它徵收的是一部分 它原來是中心新的 是省府的 所以它那個徵收的還算少 現在已經不是省府了 現在都是中科的了 是 現在都是中科了 對 台灣省政府只剩下 這個台灣省政府那個大樓 還有資料館那個大樓 是 其他都是你中科的了 對 我就說那個徵收的部分 不是那麼大 了解 你不覺得嗎 一個中科要經營兵儀館 別的部會首長也跟我們開玩笑 大概我是唯一一個部會 擁有兵儀館的 所以是很荒唐嗎 我也不知道 這個是怎麼樣 明天會去跟副院長報告 那時候你是 你已經是主委了吧 不是 那是行政院核定的案子 我沒有權利翻掉它 所以才要去跟院長報告 其實在整個移播的時候 正式在播 移播是在已經是九十 九十九年 民國九十九年 你還沒有上任 我還沒有上任 你還沒有上任 那就表示前面 這個政策 決策錯誤 這個我不好回答 好 這個我們下午再看一串審查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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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午在八十九年 我暫時就已經堆了 我們下午三六才 我還要保護